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花友们寄过来让我寄养的一些个花哈 谁呀第一份呢是秋枝灰烬 反反复复 时好时坏 环境好了就长得很好环境不好了就不好 你们也看到了有些个东西不是技术的原因就是一个 环境的因素 牡丹呢现在是处于一个冻土的一个状态 就是完全上冻了 这种的话呢是完全不影响 有的话说需不需要平常 这个芽子呢 可以剪 就上面这几个可以剪因为下面很饱满也可以不剪 明天春天再看情况嘛 明天春天如果说 这些个下面长得比较凶上面长得不好我就剪掉这个明年再剪也晚不了现在已经全部凍死了 全部凍死了没事 可以一样过冬这个圆堆秀球也是这个道理现在看不出来什么样子 另外呢 从边上好像是我们的生产经理感觉挺好玩然后呢他好像给我那个 放了个花瓶过来他撕开以后呢做了一个高压 或许能活或许活不了他也就是为了玩 去看下一个那这个呢就是花友给我寄过来的这个500多块钱的一个桃骨啊 这个帝王花竹了 现在呢 就这个饱满的位置马上要破崖而出 呃 今天呢你们后期小哥给那个 靖姐也是问我他说这个我说你这个该浇水了他说你看下面好多水汽浇什么水 我说是颗粒的这种水汽是从 我们大棚里面凝结进去的并不是他里面有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浇多少水漏多少是因为我用的全是存颗粒 浇多少是漏多少的 他基本上是不存水的你看到没他沥水很快 呼噜呼噜都漏出来了 这种 不同的质量的一个浇水呢还是说不一样的 浇水三年工真不佳啊 多多把握吧且行且珍惜吧干透焦透尤其是这个干湿得多总结有的话说我不会 这个东西就像开车一样 是吧 你得过个半年十七七再说都一样啊慢慢来 那这个白兰呢还是跟大家说来说去啊现在呢 把他要出花包了 其实白兰的一个养护最难的一个点就是 温度湿度好多北方花主他不具备这个真没办法 这个是水晶花主我都搬到我们棚里面来了因为我们 最近几下的一个工作条片全部都搬棚里面来了 这个还是没什么一个状态有的部分的一个根呢都已经 呃死了就是老根死了但是新根还在活着好吧 这个真没办法只能让他慢慢的去缓了因为这个花油 如果说这个花油再从他手里面养一段时间是真的彻底死透了 这个真没办法这种的颗粒的也是那个跟那个花主一个道理 也是要浇浇测测测测测测看了没有也是浇多少漏掉 这两坨不怕浇的水多 这两坨不怕浇的水多 我们来放一边 咱们这个水培的红掌最有意思了 这个水培的红掌我也没加肥料什么都没加 我说了红掌贼好活很这话我不相信你看到没很这话老是说为什么不长新的 你把上面的这个老了这个都开该剪掉了该让他长新的去了 而且也不施肥你肯定不行过的时间我就重新入个土匙的吧 重新给他动到土里面 这个花有寄过来的盆景这个特别容易缺水别的都没事就是贼容易缺水 别的没啥这个得老浇 得种浇水 兰花还是没什么动静啊估计差不多该给花有没该寄过去寄过去了 还有这个小动篩 小动篩也挣水了 ��边偷偷的水 出江草呢确实是倒腐了 土长了涨得太那个什么了 这个这个这个900块钱的这一叶给你们展示一下吧 看看900块钱的一个叶讓它多生太阳面尚涛到别 对吧现在长了个新叶 马上900多要变1800了 马上要变1800了 他这么来千块啊来千块 原来也没啥了这个茉莉呢这是花蕉从内蒙寄过来的那期视频的话这个呢现在是活了啊现在已经活了这花蕉你放心吧明年我觉得我给你到时候给你给你养好了再发给你也行是给你弄成信的也行这个无所谓这个沙漠玫瑰估计要挂了哈这个花蕉你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这个沙漠玫瑰估计要死的了估计要挂了这个没办法 只能让他慢慢的去缓一下了桂花开花了看到没我现在搬到温室里面来彻底开开了开花了很像就这么一点就很像大叶伞是彻底救活了一天比一天长得好一天比一天长得好大叶伞又长了一样又长了这一样对下面也长了他长得很快的一旦恢复了这种东西长起来就是很快的估计到明年春天给他的时候就冲冲寓意的了不过我明年我要干点别的事我往他这个上面给他加接个别的东西给他个惊喜 给他加接个垂丝茉莫丽 给他加接个啥好了 给他没啥了吧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总结到这了哈 好玩好了好了老花衣两会儿正在一起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带来